台中市政府對於東亞奧會在衝突之間 取消了台中市主辦第一屆東亞青年運動會 我們表達強烈的遺憾和嚴正的抗議 台中市在取得了東亞青年運動會的主辦權之後 我們盡全力要辦好這次的運動會 一切也都遵守奧運的相關規定 也蘇士東亞奧會也執委會 也到台中來進行開會 並且給予我們高度的評價 我相信在這個期間 我們籌備工作所做的努力也得到各界的肯定 那現在因為以政治的因素 來取消台中市主辦的一個資格 我們認為這是嚴重違反奧運的精神 而且違反奧會相關的規定 我們除了表達遺憾跟抗議之外 我們也會跟中華奧會來商量 如何來爭取保障我們主辦的一個權利 那對於這一次我想受害最大的是 九個國家跟地區的年輕的運動員 我想赤裸裸地正式干涉體育 正式違反了這一次青年奧運的一個精神 我們會盡一切的努力來維護我們的權益 那我們也會跟中華奧會經理部在討論 後續的救濟包括可能的神署 中華奧運的一個聖體 暢光 中華奧運的位置 我會說 我覺得我覺得如果您聴理下 某些這種高級的理由